金錢袋滿袋 大家好,歡迎在張媽媽的廚房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炆冬菇梅花膠 花膠含有豐富的天然膠質、蛋白質、纖維、維他命E 長期使用這個花膠對皮膚很有益處 上次和大家拍了一條浸發花膠的影片 用這個大小的花膠浸出來 如果想知道怎樣浸發花膠 記得上海頻道瀏覽一下 做這個菜可以用小一點的菜 我們一齊看看頭料 浸發好花膠350克 12隻已經浸發好的冬菇 洗乾淨 浸10分鐘左右 然後把冬菇裡面的摺 在淡上的摺 這樣擦乾淨 再浸多10分鐘 水倒了 再浸一晚 浸透後會燜起 比較滑 250克小糖菜 如果剪開了 變成開了邊 就容易清理沙泥 洗乾淨 4粒紅蔥頭 一片厚切薑片 拍鬆 拍鬆 三戒蒜頭 這些配料 炒冬菇 調味料 15克 砂糖 2片金華火腿 20克 2茶匙老抽 1茶匙麻油 1湯匙蠔油 1湯匙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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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糖菜調味 半茶匙糖 半茶匙鹽 半茶匙麻油 半茶匙米湯油 紹興酒 1湯匙 這是合裝的青雞湯 500毫升 和適量浸泡冬菇水 一齊製作 切大件 煮後叉膠 放入醬汁 湯 切開 切大件 把冬菇和花膠放在碟上就更好 切成一件差不多大 冬菇和花膠都沒有油 所以加些油量比較多 我現在喜歡用米糠油來煮食 它會煙點糕 煎炒煮炸就安心一點 先把鑊燒熱 一湯匙半 起鑊 放些薑 紅蔥頭 用中火慢火爆 加上蒜頭 加上火腿 把冬菇放進去 用中火爆 冬菇要爆炸才會很香 已經爆炸了兩分鐘 底面已經爆炸了 現在加上雞湯 開大火煮沸 片糖 讓味道更香 和味 加上蠔油 一起炆 炆冬菇的水一定要蓋過 這些是浸冬菇的水 我們加入少量 要不要是200毫升的水 因為我們要炆45分鐘 現在開大火 然後把冬菇煮沸 盖上中小火炆半小時 冬菇已經炆了半小時 加入花膠 開大火煮沸 如果有汁不夠多,可以加少許清水 或者浸冬菇的水 還要炆半小時 到時水可能會不夠 加200毫升水 加1湯匙紹興酒 讓它更香 開大火煮沸 蓋上蓋子 調中小火炆半小時 煮一個小時 可以了 3分鐘 煮好 準備煮菜 預備半鍋水 水滾 加糖 讓菜的比較青綠 還有提供草青味 還有一點鹽 因為花膠汁有咸味 我現在放4分1茶匙 有少許米糠油 讓菜色澤更好 水滾後放一些菜 煮一分鐘就可以了 用大火 打開蓋子 薑和紅蔥頭 隔離 水分剛剛好 煮了一分鐘 隔離 很脆 冬菇和花膠炆好了 先試味道 調味 很漂亮 夠了 不用加鹽 豉油 少許老抽 1茶匙 太深色 有時候煮菜 要看情況 加入生粉水 醬汁 有些花膠 膠質 很濃稠 生粉水 要攪拌 不用一次過倒進去 要逐些加進去 醬汁 可以停 一半 倒了一半 調味 少許麻油 把蔬菜 排好在碟上 冬菇和花膠 不放在碟上 排得漂亮 冬菇和花膠 煮好了 很想吃 這是意頭的菜 花膠很像魚肚 帶著金錢 冬菇很像金錢 好意頭到不得了 好 我現在就來試吃 不要流水 看 哇 花膠多棒 很黏 很膠 剛剛好 很好吃 先試試冬菇 冬菇 冬菇夠爽滑 金錢 代滿袋 是不是很好意頭 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按LIKE 還有我們的頻道 記得說我們的頻道 留意我Instagram Facebook 大家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麻士吉祥 出入平安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下次見 拜拜